消防人員針對附近住戶進行詢問 因為這裡發生異起火警 無內群的焦黑 牆上冷氣被燒得面目全非 甚至整台冷氣整個脫落垂到桌上 一旁微波爐也被燒到全毀 下面的冰箱也被波及 起火地點就在臺北市市林的通河東街 一處分租套房發生火警 消防人員貨爆破門後 發現一名男性當場失去呼吸心跳 他的室友回家發現火警也相當震驚 事後發現這名受困火場男性 就是日本籍的藝人大酒保永泰 因為小時候經歷三一一大地震 受到臺灣幫助 決定來臺灣驗書發展 陽光開朗的形象 加上風趣的談話 參加過不少綜藝節目 獲得許多粉絲的喜愛 沒想到這回住家卻發生火警 綜藝提救後 目前人已經恢復呼吸心跳 不知道至於為何會發生火警 犯在相關單位調查理清